所以我們來看就是發生在十五年前 這個空軍促進蘇寧 沒有這個女兒給人監察這個案件 這個台北的檢視今天以這個三年歲 來起訴這個情阿平哥哥 營酒 對他救出二十年的這個優寄途性 另外對到港國慶 因為這樣來懷刺這部分 因為說這個罪嫌已經對 已經過了這個法律的對訴期 所以全部都沒有起訴 包括這個空軍的情宗蘇寧 曾照明的這個部分 也因為這個罪情報告 沒有起訴 發生在民國八十五年 空軍作戰輸臨部 下行都當命案 台北的檢視今天他設定 起訴情宿兵庫營酒 出二十年有幾多行 憲法政委雖然庫營酒 最少比較多 不過沒有影響他的基地 而且經過庫海鑑定 把庫營酒起訴 雖然他本身的行為並沒有過程 犯罪 但是他這樣一個處置決定的行為 是閒署不當的 閒署不當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把偵查的一個結果 跟相關的資料 我們也會提供給監察院來做一個參作 這個案件經過檢察院 大概九十九年 究竟之後 檢察總長重心調查 經過四個月調查之後 庫營酒向起訴 庫營酒的律師 標示 帶到心理準備 庫營酒跟無罪 關閒到港口勤的元王 還不可以做到 司法調查來病患 庫營酒的律師 希望進入歡迎心理之後 進去公開歡迎能夠公平心理 記者 庫營酒 庫營酒 台北報道